嗯 飛出去啦 紅布朗 停過新冠疫情 中職沒有被擊敗 球迷判了好久的中職第六隊 終於有了答案 好了 這一次兩份的意象書 簽訂完成之後 聯盟也會開始進行新增球隊的 審核作業 台綱集團會長謝玉銘 正式向中華職棒 遞交加盟意象書 第六隊將會是台綱雄英 棒球本來就是一個很熱衷的運動 包括我很喜歡 他說半夜多起來看棒球 他說再怎麼想 都沒有想到 我們有那個機會 可以參加這個中職 投入運動賽事 對於台綱集團並不陌生 台綱不但擁有足球隊 二零二一年更進軍直籃 T1聯盟 主場都選在台南 不過這回職棒主場 則落腳高雄 成青湖還是全台灣最好的一個棒球場 希望說能夠高雄有一個自己的球隊 二零二一年進新聞專訪高雄市長 陳其邁有關中職第六隊的消息 當初就已經預告 極力爭取第六隊在高雄 因為成青湖球場 經歷過藍牛熊 義大犀牛 兩支單一球團任養 自從義大犀牛轉賣後 就沒有主場球隊 只剩下零星的賽事舉辦 成青湖球場 是我在當高雄縣現場任內所興建的 他離市區大概十五分鐘 離屏東也近 其實是地點是蠻適中 所以我們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希望說也配合我們捷運防線的一個開發 那他就會經過成青湖球場 能夠做一個聯合開發 也希望說在招商的部分 就會有更多的誘因 吸引這個企業能夠來高雄 籌設第六隊 高雄市長陳其邁 與中職會長蔡其昌奔走下 積極尋找第六隊企業 外傳全聯 台新金 中華電信 都曾有意願搶下這一席 但各自考量後 都沒有進一步動作 台岡則最為積極爭取 最終正式入主終止 我們企業也在高雄 所以沒有道理我們不選擇高雄 高雄 陳其邦球場 當然或許目前的條件會比較差 因為他目前沒有捷運 但是陳其邁市長也允諾了 就是說未來捷運會通到陳其邦球場 所以我們相信說在市長的協助之下 還有這個聯盟的協助之下 陳其邦球場未來已經會更好 未來台岡雄英加入之後 台灣六都都有職業棒球隊 而台岡集團也將成為 繼中信富邦兩大金控之後 同時擁有職業棒球 籃球雙七的企業 但經營職棒可不比直籃 入場費最少1.2億加盟金 3.6億元的保證金 1億元振興基金 每一分錢燒的都是正進白銀 而這只是最低基本消費 於是找尋第六隊的任務 大財團成為優先首選 最近都有看到媒體寫到 要準備失憶 剛好集團在最近 也有這樣的資金進來 所以應該有充分的準備 集團有說5年的一個保證金 我們有信心 一定把它領回來 所以過小的企業 我們會替它擔心 我們不是看不起它 它支持棒球我們很高興 但它可以支持基層棒球 但是如果你要支持棒球 用職業棒球的方式 我們會替它比較淡 中華翅膀組隊談何容易 系數過去終止三十二年歷史 轉賣的轉賣 解散的解散 深不見底的前坑 是企業經營棒球 不可避免的職球對決 在場館的經營方面 在這個人事的 這個球員人事的經營方面 這兩塊現在 我認為應該是職業球隊 會佔比 佔得最重的這兩塊 這兩個應該是會佔 職業球隊大概百分之六十 左右的支出 各球團的財報盈虧 一直是機密數字 但玩職棒究竟多少錢呢 埔領隊帶著我們沿著一壘邊線 走進新設的座位席 光是新增球場兩邊搖滾區座位 就花了一千五百五十萬元 這還瀑�瀑 每個月固定支出的球員薪稅 每一年大家都在講說 中國資本的虧欠 中國資本的虧欠 市場中國資本現在一年的成本 越來越高了的確 因為外籍這個全球的成本 越來越高 外籍洋將薪資三級跳 平均月薪最少三萬美金 四五萬美金的頂級洋將 也不在少數 一年下來至少也上千萬支出 尤其富邦中信兩大金控 入主中職後 富爸爸砸錢大撒幣組隊 讓中小企業更難以競爭 將韓職啦啦隊結合日本應援 帶進台灣球場的 LAMIGO桃園 風光拿下三連霸後 轉賣給日本樂天集團 球團母企業一系成了 市值上兆台幣的堅強後盾 這也意味著中小企業 經營職棒的時代正式落幕 LAMIGO也不是一個非常大的企業 所以他讓樂天來 樂天就是個夠大的企業 所以他不但在日本有職棒 他來台灣弄個職棒 對他來說是綽綽有餘 所以你越大的企業 來經營這種職業運動 對職業運動來說越是好事 日本財團首度入主中職 除了加深母企業旗下 樂天經舊隊與桃園隊交流 連帶促成日系品牌合作 下廣告 以樂天球場 蜿蜒兩大看板為例 一年下來可以多替球團賺近百萬收益 贊助商的收入 還有所謂的這個門票的收入 商品的收入 然後電視轉播權利金的收入 這些幾大項 大概是職業球隊的一個收入的 主要的一個來源 經營職棒終究不是慈善事業 要讓運動產業壯大 更要有長期奮戰的經營策略 我決定接了會長之後 我其實就已經先找財政部 來進行溝通 也就是說對運財條例 二十六條之二進行溝通 那基本上他有一個基本方向 蔡其昌身兼立法院副院長 他成為歷屆中華職棒 政界層級最高的會長 討論多年的運動產業發展 條例修法 也在任內串聯其他立委 通過法案 本來有心要投入的企業 他們不是不願意捐錢 可是如果我捐錢之後 我的節稅效益大一點 我們願意捐多一點 修正草案原定研擬 在教育部底下設立基金 接受企業捐款 上限擬定三十億元 提供職業與業餘共同分配 抵稅額度從最高百分之一百五 調高到百分之兩百五 也就是企業捐款一百萬 能夠扣抵兩百五十萬元的稅額 因為我們提兩百五十萬元的時候 第一個反對跳出來財政部 說這是霸王條款 從來沒有一個人捐一百萬 可以抵兩百五十萬 我覺得財政部 可以不用那麼保守 我覺得這些產業規模 其實都不大 節稅也像我們算出來 如果運動產業在我們版本通過 其實一年才借兩點多億 經過多次協商 無法達成共識 一度暫時擱置 最終在蔡其昌會長協調下 先求有再求好 順利通過百分之一百五十版本 要讓棒球第六隊 或者整個棒球運動可以健全 一定外部環境要先助理 所以為什麼我去年那麼積極 要把運動產業發展條例 先讓它過關 這個非常的棒 太棒了 因為其實當年在2004年 擔任Lanew的領隊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幾個領隊 一直在推類似這樣的方式 因為投入職棒一年 一兩個億以上再投入 那麼當時只能當作費用 而不是當作抵稅 陳潔成在職棒圈打滾多年 如今轉戰甲組成棒隊 其實六年前 母企業從岳集團 也曾想過進軍終職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做了一個 很詳細的一個評估了 對於整個企業集團裡面來講 它是會有影響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要支撐這樣的一個球隊 其實會比較辛苦的 儘管外界呼聲很高 從而集團還是不管 據投入中職 決定序留甲組成棒 但要經營成棒隊 一樣燒錢 其實與其說經營 不如說它是一個 單純的一個投入跟支持 因為成棒比賽不賣門票 成棒比賽有沒有轉播 那成棒隊也沒有商品 雖然不像職棒 每年要花一億元起跳 家族城棒隊扣除補助款 一年支出高達兩千五百萬左右 那如果企業主就覺得 這是虧錢的時候 企業主當然第一個 不會想要加入 如果不是因為我認為 這個項目會賺錢 而積極投入的話 只要這個投入的過程裡面 有其他的因素 其實這時候不是很健康 今年中華職棒先是迎來 未全龍歸隊 現在又多了第六隊勝利軍 中華職棒將迎來近十年來 最熱鬧的風景 這不禁讓有些老球迷回憶起 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二年 台灣棒球界另一片風光 原本中華職棒聯盟 打得非常興盛的時候 開始電視轉播全力軍 從原本的三年九千萬 一下增壓到超過十五億 那個是很可怕的一個數字 所以完全是因為市場 當時的電視轉播全力軍 一下增加了十幾二十倍 所以造成了有另外一個 聯盟的一個出現 高額的轉播全力 經為產業注入強行政 一九九七年中華職棒 與台灣大聯盟並存 高達十一支職業棒球隊 但僅維持了五年時間 雖然出現了超過十五億的 電視轉播全力軍的三年 但只出現了一次 所以當那個價錢消失了 過了三年之後 沒有那個市場 沒有那個價錢了 大家就發現你經營不下去 短暫的風華 終究是敗給市場需求 最後合併成 現在的中華職棒大聯盟 三十多年一路走來 有球團離開拒絕再玩 也有人抱著熱錢跳了進來 儘管疫情為職棒投了一顆 難以捉摸的變化球 但運動產業的變革 卻沒有因此三針出局 終職第六隊總算塵埃落定 球迷都在期待 六支球隊分別在紅土上 共同較勁的那一天